孕前检查哪些项目 孕前检查就是要准备怀孕的年轻的女性 在怀孕期间她要保证身体状况的健康 所以要做一些必要的孕前检查 从全身的角度来说 我们肯定要排除一下全身的疾病 全身的疾病就包括我们就是外面病死 看病人既往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疾病 那我们要查的时候 心 肺 腹部这些都需要做一个检查 在副手检查方面 我们需要做一个常规的肝肾功 肝炎系列 梅毒 艾滋 这些都要去检查的 还有血肠轨 凝血系列 这也需要做的 这就是病毒五项 这需要做的 还有一个童胸 半光 安眉 那我们需要做检查的 心电头 这些都要检查 从我们妇科来说吧 需要检查 要孕前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TCT 就肠胃的妇科检查 做一个臂草 了解一下这个盆腔脏器 就是子宫腹腱上 有没有异常情况 做一个公共图片 排除一下它没有什么严重 或者是癌症病变这一类 那我们就可以去自备孕了 你既然准备怀孕了 你要保证自身的健康 自身的健康就是为你孕育胎儿癌 做一个很好的准备 所以母体要健康才能保证胎儿癌的健康 我们医学发展到现在了 从我们个人的保健来说 它非常重要 它可以给你做全面的检查 给你指导你这备孕的一些要求的项目 所以每个备孕的米兴吧 都应该做这个检查